我們昨天新確診了 本土病例有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九位 增加了大概百分之七左右 疫情微微升溫 恐怕全因BA.5 新邊境租定序 近外加本土新增近百例 BA.5 又占大多數遍佈北中南 BA.4 BA.2 點75 也都有檢出 面對開學在即 教育部端出 防疫新制 開學前防疫先到位 大專院校確診快篩養者 居家照顧七天 期滿無症狀就能上課 與確診者脫口罩 接觸十五分鐘 學校給快篩 隱形無症狀可上課 若接觸十五分鐘都有戴口罩 自我健康監測 從九月十二號起陸續啟動 而高中以下比照辦理 同請室友 比照同住親友進行隔離 暑假已經快要結束 那從國外要回來的需求 最近增加很多 那另外也就是還有一些 這個境外的生 境外生 然後救生 他們也要回來開始復刻了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每週四萬人入境 那這週是用滿了 那下週看起來訂票也都超過了 暑假尾聲入境需求增 邊境再放寬 總量提升到每週五萬人 在民眾需求跟防疫間盡力取得平衡 這次我們會有新的日子 有所謂的